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之前跟大家看過被詛咒的影片 還有一些被禁播的音樂跟最詭異的電影 那我今天要來帶大家看的是呢 世界上最著名的三張靈異照片 為什麼它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呢? 因為它們背後都帶有非常真實 而且非常神秘的背景故事 大家記得開電燈啊 然後還沒有聊聊的先去聊聊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第三名 就是這一張1959年在德克薩斯州 Cooper家族的團體照 那麼當時呢 搬入的這一個 美國德克薩斯州的新家 順手拍了這張團體照 你們覺得看起來很正常對吧? 兩個女人配上兩個小孩 但你們看喔 我也把它拉遠看 有沒有看到左邊很明顯 有一個像人的東西是倒掉在天花板上 這張照片至今人被大家廣為流傳 有教會的牧師說 這個亡靈是當地的地府靈 也有自身照片親友的人出來說 這些照片的人都已經失望了等等 甚至還有攝影大師出來證實這張照片的真實性 因為你們可以看到這個蠟燭 它的影子其實是在後面的 所以正常來說這個桌子前端這一塊 它是不會有影子的 但是這個道地的網民 它的確有它自己的影子 所以呢這張照片至今 仍然沒有人可以破解 就被大家在一個一直猜想 然後非常神秘的色彩中 繼續保存到現在 為了講求真實性 很多人就會起來去驗證這個照片 到底是真還是假 就在2013年呢 Essical的這個論壇 有人出來現身說法 他說 我是Cooper家族的後代 我爺爺他們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突然有一句 屍體從天花板掉下來 我爺爺自己永遠還永生難忘 但他也不想知道是什麼原因 只覺得令人毛骨悚然 聽他這樣講好像似乎有那麼一點道理 但是呢 重點是他也提不出來任何的證據 所以2005年的1月 就有一名叫做Mike West的網友 在MetaBank的網站上架設了一個 調查Cooper照片的論壇 想要跟眾多網友一起討論 這張照片的真實性以及線索 接著就非常有趣囉 就在同年的5月呢 有一名叫做Raptor Cooper的網友上來回覆 他說 我的哥哥有發了這個論壇的連結給我 我感到非常的沮喪難過 沒錯 我們就是照片中的這兩個男孩 這張照片的確是在1959年拍攝 但我的母親有一個習慣 他會扔掉他覺得不喜歡的照片 因此我有很多類似的照片 我感覺不可思議的是 有人拿到了這張我母親扔掉的照片 還虛構了一場不存在的故事 最後我們的姓是 Carper不是Cooper 我很好奇 到底是誰惡意的這樣子做 對這個網友呢 他說完這段話之後 又附上了一張照片 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確實這兩個男孩 跟他附上照片的男孩 真的是蠻相似的 而且照片中的蠟燭 長得剛好一模一樣 在這時候另外也有人提出 把照片轉過來看 你會發現這個倒掉的亡靈 就正是一名拔淚舞者嘛 又另外有攝影大師出來說明 這名網友提供的照片 他的畫質其實是不差的 但是這個同樣時期拍攝的黑白照片 為什麼畫質卻那麼差呢 代表他被二次加工過 另外我自己有發現 的確 這名鬼魂如果他是倒掉的狀態 他脖子上的相簾 應該也是要往下掉的啊 不可能說他戴在脖子上 然後是用膠水黏住了這樣 很怪 不過論壇的最後呢 又有網友提出來質疑 他說這個房子才1948年 就已經被他家的家族給購買了 而且之後再也沒有其他人來入住過 照片中這兩個小男孩 是他的爺爺 至今他爺爺已經63歲 也有站同他的網友說 也對 畢竟一個60歲的老人 但是不會上論壇去反駁這些 無意義的論點 所以呢這樣照片 到底是不是便宜 嘖 可能永遠是個便宜啦 接著我們找的是 這一張照片 海洋大道110號住宅 1974年的11月 羅納德德菲阿爾在裡面 槍殺了自己的父親 兩兄弟 以及自己的妹妹 後來警察來調查的時候 發現所有屍體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 而且臉是朝下的 最詭異的是 而非要去聲稱 這些舉動不是他的志願呢 是那些鬼魂 叫他這樣子做的 事情就這樣平息到了後來 2000年左右 有一對夫妻 George以及Ruth 他們看上了這間房子 儘管仲介告訴他們 之前這裡有多恐怖 但由於Ruth 特別喜歡這間房子的後院 泳池 以及外面的海景 他們就立刻買了下來 接下來 他們入住之後 才真正發現到 這個房子 到底是多麼的恐怖 比如說他們會在晚上的時候 看到牆壁上 有惡魔的半張臉 還有綠色的黏稠液體 從門縫中流出來 家中會有不知名的小男孩 在半夜的時候出現 自己打開他女兒的房間 甚至是 家裡的狗狗 會像重型般的 一直亂叫 他們聯絡警方 也求助無門 畢竟這種事 真的非常的扯 所以最後他們就找上了 專門調查超自然的團隊 有趣的事情來了 這個超自然團隊來了20個人 他們設了好幾台相機 定時的拍照 想要監控家裡的狀況 那有趣的是 他們拍到下面這個畫面 這個時候大家還在懷疑 這個小孩是不是 超自然團隊中的其中一員 或者是 家庭成員中的其中一員 沒錯 當天的確有一個小男孩 叫做Pearl 不過 大家可以比對一下 這個Pearl跟 照片中這個恐怖的小男孩 他們的襯衫 的確是有點不一樣的 或許是照片拍得不清楚 那也就算了 但重點是 屋主的小女孩 她說了一句 非常令人毛骨蠢人的話 看到這個小男孩的照片之後 她說 這個小男孩 就是第一天 我搬進來的時候 跟我玩的那個小男孩啊 他的名字叫做 吉恩 我們翻回以前的那個歷史看 我們會發現 吉恩就是1974年 這間豪宅熊殺案 被殺的那種最兇的老妖 那我們要介紹最後一張最著名的禮儀照片呢 就是 Weaverley療養院 可血過度擁擠 人手不足 不到的扭曲療法 歡迎來到 我們當時唯一可以治療肺結合的方法 新鮮的空氣 跟自然的陽光 對 我也覺得很嚇 但實在就是這樣進不來的 你們可以看到 患者們真的都是 每天都在曬日光 似乎空氣真的也滿新鮮的 但 這間院有什麼不好呢 就是當時一些比較嚴重的患者 他們除了這個 新鮮空氣的療法 他們還要接受一個比較 新潮的療法 對 儘管 成功率只有5% 他們會把病患的肺部切開一個洞 注入新鮮空氣 然後再縫起來 甚至是把肋骨切掉 讓肺可以呼吸的範圍變大 他們的原因就是覺得 肺結合的產生就是因為 沒有新鮮空氣導致的 就是一個過於直接 卻沒有什麼根據的療法 就像我這邊很痠 我就按這裡 但按完之後還是痠 就是這種感覺 甚至還有什麼水療啊 等等一些很奇怪的做法 導致裡面的病患 就像白老鼠一樣 一一的被實驗完的時候 過世了 而這些病患過世之後 他們是送去哪呢 有一條隧道 他們會把病患的屍體 從隧道頂端 那往下滑到地底下 開車偷偷的載走 就是為了怕驚動其他的病患 所以啊 這間醫院後來 因為這些事情 就倒閉了 之後呢 他也就變成一個 非常知名的探險頂點 也就吸引了很多 喜歡探險的人 就在那邊探險拍照 那邊其中有一張 最有名的名義照片 就是這一張 5024的護士 這名護士在當時 懷孕的狀況 不曉得是 他也同時感染了肺結痕 所以他入住在這個 5024裡面 跟大家一起享受 日光浴和新鮮陽光 但是 畢竟他是護士嘛 他知道這樣子 不可能治好 所以他就在這個 5024裡面 上吊自殺了 過世之後的狀態 非常的慘不忍受之外 他肚子 還是凸的 很多去探險的人 也都親眼目睹過 這個肚子為凸的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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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然後瞭解得很清楚的事情 只有我們周遭的實路 你可能是你的同學發生了什麼事 你的朋友發生了什麼事 那我們瞭解到 這世界上 甚至是其他 較遠一點的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只能透過別人來訴說 比如說我跟你們訴說 或是新聞來訴說 網路的社交媒體來訴說 那這些資訊 其實都是片段片段片段 拼湊起來 有真有假 那真的得 靠我們自己去篩選去過濾 所以人家真的說 地球真的就是地球的川馬 大家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不需要一倍的去相信 因為很多時候 或許他們背後是有異彈的 自己要懂得去判斷 OK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了啦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大家喜歡 謝謝老師王狗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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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